如何利用炫酷科技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完美融合 创造奇迹改变我们的生活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虚拟如何照进现实 一条巨大的鲸鱼从篮球场的地面中央飞跃而出 在办公室内随意搬动电子路线 轻轻一挥手就可以将电子邮件扔进垃圾桶 将办公室变成游戏战场 身临其境体验游戏的炫酷与刺激 就在此前的篮球赛事中 NBA第一次尝试用虚拟现实来转播 戴上这样一款潜水镜模样的大眼镜 就仿佛置身于赛场 足不出户就亲临NBA现场 近几年 一种被称为威尔虚拟现实技术 悄然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让人难以自控 哇 好大 好大呀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虚拟现实一度是科幻小说电影里才会出现的事 如今却实实在在出现在我们身边 这些夸张逼真的虚拟现实体面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它们又会在什么领域中发挥作用 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好奇妙的音乐世界啊 其实VR的拍摄就是改变了一个什么呢 改变了一个我们原有的这种取景和成像的方式 像这是传统的一个相机 我们用它拍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拍到的是一个平面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取掉的是一个90度一个角度 然后把这90度范围内的图像呈现在最终一个平面上 现在呢我们的全景相机就不一样了 它是什么呢 它首先是一个横向360度 然后纵向也是360度 也就是我们传统称为720度 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包含了所有环境细节的这样一个视频 要想获得全方位的视频画面 就要在拍摄设备上进行改变 模仿许多昆虫的副眼 将多个镜头搭配组合成球体 获得全景视频拍摄效果 用多镜头组合而成的拍摄设备 被称为全景摄像机 当然也可以拍摄照片 大家看到的全景的视频是怎么拍摄的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全景的航拍设备 然后它这下面有一个八个GoPro组成的一个航拍的全景的阵列 它可以各种角度同时记录周围的画面 然后最后我们用电脑来合成这些画面 把它做成一个全景的视频 把这样的组合镜头放在不同的拍摄角度上 会有不同的视觉体验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拍摄的一些效果 它可以360度的看 就是你想看哪里都可以看 比如像我想往这边看 看一看海边 这触屏的 就是这个就能看到你想看的任何一个位置是吧 对 天上 地下 足球场 那我们这个手指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们戴VR的眼镜的那种视角 想看哪里 你想看哪里都可以看哪里 这是一段广州珠江中飞出蓝金的场景 在真实的场景中完全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虽然这次镜头的组合样子略有不同 但拍摄的全景效果却是相同的 这是我们方才拍回来的一个室外的场景 那现在呢 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拼接 拼接成一个720度的全景的一个场景 我们现在就尝试一下 把刚才在珠江边拍回来的场景内容 添加进去一条鲜鱼 还要加入其他效果 比如说呢 它的水花 它飞到空中之后呢 可能要带有点云雾的那种朦胧效果 之后呢 它飞到空中之后会变得非常之巨大 那很巨大的时候呢 要给予它那种空间的压迫感 就好像你有一 真的有一条大的蓝金 在你的头顶上轻轻地飘过那种 而它会轻轻地围绕着广州塔 绕上半个圈 之后再飞到 再向天空中飞去散开 那这样子 在观众层面上说呢 就会觉得 这种情况是 我住了这么多年 珠江边 我都看不到这种场面 但是在虚拟现实中 我就可以看到了 虚拟现实技术啊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 沉浸式的感受 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那么一说到它呢 我们肯定就首先想到一些视频呢 想到一些游戏啊 不过呢 在我们一般人眼里啊 这东西恐怕是专业人士 才能够制作出来的 但是今天呢 再给您介绍另外的一种录制方式 这种方式啊 就完全可以咱们老百姓自己来完成 不一定非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您比如说 在我们的前方就放着一个这样的摄像头 那么这个设备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也是能够反映在我们的大屏幕上的 那么它为什么说就是虚拟技术呢 我们可以看啊 它是一个完全全景的 哎 大家可能平时会看着我在这说来说去 但是啊 没有注意过我们的摄像吧 导演吧 哎 您看我们这不仅可以转一圈 大家看啊 又转回来了 操作很简单 只要你会玩电脑 玩过电脑里的游戏 你就知道这应该怎么操作 而且呢 您看滑动滚轮 哎 你还可以体验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 这是一种宇宙视角一般 整个全部浓缩起来 哎 还可以呢 天地倒转 这种体验啊 可以说它也会让我们啊 产生一种啊 对这个技术本身的喜爱 只要你拥有这样一台设备 就可以啊 取得这样的效果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 这个呢 看着还是有些大 我如果想出去旅游啊 想出去跟朋友欢庆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要拍一段 能拍出这样的效果吗 同样啊 您看啊 只要给我们的手机上 加装一个很小的这种外围的设备 哎 我们就可以做到这样的目的 哎 您看我们现在把它已经调试到了 这个拍照的状态 哎 我们拍完了 拍完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哎 您看 这就是我当时拍摄的 而且呢 同样 哎 您看了没有 就这么一个小摄像头 居然也有啊 一样的效果 不仅呢 我们说它能够有这种全景的立体的 整个的这种效果 而且呢 拍完之后呢 还可以干什么呢 哎 还可以把它分享 朋友圈啊 微博啊 而且都可以做到 同时呢 它也可以进行直播 这种设备 确确实实 我觉得呢 肯定在未来会流行起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视频录制方式 再有一点呢 就是摆脱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制作 让我们老百姓各个都能体会一把什么叫做VR虚拟现实 随着 随着VR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 拍摄手段 也从专业从业人员向普罗大众走进 把复杂多镜头的全景拍摄 简化成两个小小的超广角镜头 让全景相机变得更加轻巧 与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进行组合 更是便于携带 便于拍摄 我们这个设备除了可以拍照片 它还可以拍视频 我给你演示一下 好吧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你看 它是可以直接放视频 它是全景的一个视频 而且本身它带录音 可以听到你们说的话 那你这个视频其实也可以实时传输出去 对 可以 比如说我去参加现场演唱会 我可以直接产生直播的视频 我在现场我举起相机 再通过WiFi传输也好 或者说是私企传输也好 在另外一个空间的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通过我的相机 看到这场现场的直播演唱会 等于好像我们同时在 对 对 就是最关键的在于就是 我在观看端也是一样 我想看哪个端 我想看舞台 我看调料舞台 我想看一看周围的观众 我可以看观众 甚至于也可以在里面看到我自己 对 威尔虚拟现实技术的普及 不仅让我们的眼界大开 而且也让我们的各种感官体验 得到不断的延伸 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现有的生活 那些美好生活的点点滴滴 那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精彩瞬间 那些我们也许不能达到的世界的某个角落 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 记录分享和传播 我现在就在用VR的方式来拍什么呢 拍旅游景区 因为我相信什么呢 人是有想看看世界的这种愿望的 而这种看看世界的愿望会被钱 被时间 被自己的身体所阻挡 但是呢 你通过VR的方式来看世界 你就可以实现什么呢 实现 第一 你可能去不了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VR的方式来看 第二 你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你去不了那个最好的位置 你也可以用VR的方式来看 所以我们现在的拍摄的意义就在于 让你的生活 让你的这种旅游 让你的这种 就是对世界的感知 能够更全面 更丰富 更多彩 珠峰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 因为地势的险峻 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 感受这里的壮雷 而用VR逊现实的拍摄手段 就可以将这一切 带给所出户的人们 将世界之巅的美景 尽收眼底 而如果将珠峰的环境 用计算机构建出 可以互动的环境 就能够更真切地体验 攀登珠峰的艰辛及其魅力 同样的方式 不同的体验 在医学上 还会有更实际的意义 VR设备的千棉花 使得人人都能拍摄 并随时分享 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同时 可以在更多的领域 实现颠覆性的变革 请继续收看 虚拟照进现实 2014年 英国外科医生 沙菲埃哈迈德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首次对全世界 进行手术直播 在手术台上方 有两个全景的摄像头 对手术进行拍摄 同时沙菲医生 还进行了现场讲解 而在场外的医学生 只要转一下头 就能身临其境地观看 手术操作的全过程 以往医学系的实习生 在观摩一场手术时 常常需要艰难地 踮起脚尖 翻过指导医生的肩膀 或是站在一个角落里 观看手术的进程 而威尔技术的介入 就如同一个破局者 实习生通过威尔 可以更好地看到 外科医生是怎么处理 在手术过程中 逐渐的突发状况 让学习变得更加直接有效 用VR全景的方式 来落几百场几千场手术 给医学院的学生来看 他能在提供这种动作教学 和这种经验教学的同时 给这个学生 给医学院的学生一个临场感 锻炼他的整个的心理的承受能力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硬需求了 从看变成感受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手术规划 手术训练 都包括对一个病人的这种 病人对他手术的这种决策 甚至手术后的康复等等的 其实都有很重要的应用 实际上 虚拟现实技术 不仅能让实习医生 有了更多 亲临手术现场的机会 同时也为患者 了解自己病情 清晰手术方案 提供帮助 让病人或者病人家属 他能够看到了这个图像 给他解剖出来这个肝脏 那可以了解到 你这肝脏的肿瘤在什么部位 我们应该怎么做 让他尸体的这种体验 2016年6月 在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的手术室内 国内一位肝切除患者手术 也进行了首次 威尔全景直播 一台全景摄像机 将手术现场 同步传送到医院的转播室 记者在转播室看到 除了有不少医院的实习医生 观摩学习 还有三位接受过 肝移植手术的康复患者 也参与了观摩 复心里话 我在来看的之前 我是害怕的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用那个VR的眼睛 看得生灵奇景 没想到人内脏是那么的复杂 而又看到医生的手术的能力 又是那么精湛 利用威尔技术 可以让患者及其家属 更加直观清晰 了解手术方案 打破医生靠纸笔 进行数前讲解的传统模式 增进医患双方的理解和信任 而建立模拟医学模型 也是下一步 中山医院技术研发人员的首要任务 届时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 医生可以去除人体骨骼系统 神经系统 内脏器官等人体需要观察的部分 充分进行细微剖析 虚拟世界的最大优势就是 任何你能想象的事物 都可以通过电脑建立起来 并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对对对对 不要动啊 笑一下 没关系 这个东西可以用来扫一些商品 或者是扫人都可以 然后用来快速去完成模型的还原 你扫商品的话 比如说你扫一件衣服 你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 去把这件衣服换上 如果你扫人的话 你就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然后让一些商品 或者让一些衣服包包在你的身边 然后看着就像你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一样 人体模型不仅可以用计算机来结构搭建 也可以用这样的立体扫描仪来实现 也就短短几分钟 眼前模特的三维立体图像 便轻松地复制下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去以它为模型 然后换一件衣服 现在衣服可以是刚才扫描出来的 也可以是那个 就是我们制作的 这都可以较符合我们的标准格式就可以了 它可以通过它来去看一下衣服上升以后的效果 然后来做一些穿衣搭配之类的事情 对 就比如说你可以换这样子的搭配 然后你也可以换一个新的衣服 它就可以完成就是整个实衣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买 利用这种全方位的扫描的技术 然后把这个商品进行一个3D的建模 然后再通过设备去把它还原出来 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实际上给它去拍的这样一组的照片 然后生成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就可以看到 就是在不同的角度能够去看到毛衣 它的纹理 像这是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也一样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 然后来看这个衣服的一些纹理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像鞋子 对 其实像它的新旧的程度 包括上面的划痕 其实都有一些很清楚的细节 那实际上在网上购物里面 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平台上 去虚拟出一个新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有不同的商场 有不同的区域 然后我们去搭这样的一些架子 然后把不同的商品搬到这里面 那这个就会给你带来一个 真的在线下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一个非常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购物的感受 用虚拟现实建立一个模拟购物环境 实现了在各地或商场随便逛 各类商品随便适的网上购物新模式 这是今年中国最大电商平台 正在联合商家建立世界上最大的3D商品库 实现虚拟世界的购物体验计划 原来线上平台呢 可能大家几关注商品 然后像他们现在其实是造了个商场 然后让你在商场里面购物 有一种切身的就是体验 给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三个购买玩家 可以同时在购物购物 我在买那个把拿那个包的时候 旁边有人把那个包拿走了 我没办法拿 我觉得真实性蛮强的 在整个会场里面 败家是目前我们看到唯一一个 不是把AR VR用在玩游戏上面的一种应用 所以让我们还蛮惊艳的 感觉挺新鲜的 但是真实度可能还是低一些 因为没有触感啊 也不能戴在身上 还有我们那个卖家秀 就是别人穿戴起来是怎么样的 可以看到 但是自己怎么样我还不能试 如果以后有这个功能的话 可能会考虑在线上卖 那么用VR虚拟现实购物会是什么 我们不妨体验一下 欢迎来到卖家虚拟购物中心 你好 这是左右手柄 这个等于说就是我的两只手 对 没错就是你的两只手 右手圆盘控制移动 然后在右手后会显示 这次的车 传戴好VR的装备 记者会怎么样完成购物呢 身份识别已经完成 我们即将开始败家的旅程 好烟好烟 好 好 实施一下这个 原来这是一个卖女士皮包的大卖场 豪华的大厅中 摆放着各种款式的皮包 好的 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包包的使用积构 然后可以看到有五个按钮 然后分别是上的详情 买家秀就是真人使用包包的情况哦 做品质 样式和颜色都是可以随意切换的 卖女士皮包好好看的 可以拿吗 可以 这个包可以拿 哦 而且积构 现在开始 这款包包有着新鸣的契合结构 直线轮廓 重金属配饰 简洁却又带着一些复古感 樱蓝却又不会过分分厉 贸美又实用 是各种大台明星和名人正要的最爱哦 哦 哦 换颜色来看看啊 还有三个颜色 蓝色 然后我们用手可控板接点一下购物车 这会可以出现一个支付的介绍 你会出现一个购物车 购物车已经装满了 快去支付吧 好 来 上车买了 啊 你可以下次再购物车买啊 我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哦 有一种没买过的感觉 恭喜您 支付成功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哦 就我觉得这个最大的 最大的好玩的那个体验感是 就是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 体验到和朋友一起买东西 然后两个人抢来抢去 还能一起看得到里面的材质 看得还挺细 然后有一个一对一的服务的导购 在给你讲解哪个包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怎么操作 它的大概的材质 它的颜色啊 有几个款式可以选择 都很详细 你也可以通过它下方的这个键盘 然后来选择它不同的颜色 大小号码 唯一让我觉得有一点遗憾的 就是它不能百分之百的 做成实物的那个样子 可能我会对它的色差 还有其他的有一定的怀疑 不过刚才导购也跟我说了 百分之百的零色差 不然的话都可以退货的 还挺好玩的 真的很好玩 就是让你在购物的那个过程中 享受了一种 像做游戏一样的感觉 自己百分之百的在参与 什么都可以拽到眼前来 可以肆意的走动 足不出户 一秒逛遍全球的商城 商场不仅可以是虚拟环境 也能是实体的全景环境 当然戴上VR眼镜就可置身其中 在网上就能实现与真实逛街的购物体验 而它们可以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商场或者是家里 现在技术发展这时候可以做到 就是说你在 你完全是你三维的身材 然后穿着这样衣服 这样衣服你还可以走动 然后还可以飘逸的 就看着你的 你不同姿势 你是穿着丝绸的 还是穿亚麻的 还是穿着毛的 纯毛的东西 它不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想着它对它的整个 我们购买的这种观念 购买的这种 它的心理上的这种满足感 各个方面 实际上还有更多的 很多这样的技术空间 可以去发展去 不远的将来 我们只需在家里 便可以足不出户地 穿梭于各个虚拟场景 时尔在商店的衣帽间里 试穿新衣 时尔在足球场上观看比赛 时尔在诊室里 与医生面对面交流 实际上 这仅仅是虚拟现实技术中的 冰山一角 未来的维尔 可以同时传递多种感官信号 想象一下 你住在北京的某个胡同中 戴着威尔头盔就能游览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不仅能看到各国的美景 甚至还可能伸手触及它们的材质 闻到气味 我们期待未来更逼真的虚拟技术 走进现实 银海中频繁出现虎豹市民 全面野外监测 发现中俄边界 虎豹迁徙狼道 敬请收看俗信科学 人子死报想要 有个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